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我们今天主题是 有这种家人还需要敌人吗 有一位结婚才刚满三个月的女网友 她近日上网发问 她发现她老公会无意识的 跟弟媳有一些肢体的接触碰触 她想问大家的意见 是我想太多太小气吗 到底弟媳做了哪一些事 让这个网友这么的不舒服 我们等一下会请审美告诉大家 不过我也请教大家 大家认为这样是弟媳的问题 还是对不起 这样是这位女网友的问题 还是女网友老公的问题 好不好 来 盛美麻烦 这个女网友 她结婚只有三个月 那我们先讲 她是跟先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在她结婚之前 其实她的先生公公婆婆 是跟弟媳住在一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她先生的弟弟跟弟媳结婚了七年 有两个小孩 但因为弟弟跟弟媳 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弟弟其实是住在外面的 那弟媳因为有小孩 那公公婆婆是要帮忙看孩子 所以弟媳带着孩子 其实住在公婆家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子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个女网友的先生 过去是未婚的状态 对弟媳来说等于叫大伯嘛 对不对 那他有孩子 这个弟媳有孩子的时候 大伯有的时候就会帮忙 比如说带带孩子啊 照顾孩子 所以他们彼此间是一家人 那现在呢 这个女网友嫁进去之后 弟媳跟弟弟已经住在一起了 就弟媳搬出去了 可是弟媳有两个小孩 显然小孩年纪还蛮小的 所以三不五十 是不是又要带着孩子回来 看爷爷奶奶 所以回来的时候 这个女网友就觉得奇怪了 我先生跟那个 他的弟媳之间的互动 他受不了 这是一个前情提要 怎么说呢 他又讲了七个动作 大家评评力 第一 先生跟弟媳讲话的时候 你知道家人嘛 而且他们其实同在屋檐下 这么多年 所以可能讲话 我们会有礼吗 比如说黄医师他不是 他先生可能就是 从后面拍他一下 但拍的时候 是拍他后颈的地方 可是女人很敏感 因为那边很性感 尤其夏天穿T恤的时候 所以女王也会觉得 这样好吗 你讲话就讲话嘛 为什么要这样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刚刚提到 弟媳已经住出去了 可是他的先生跟弟媳之间 常常会一起通类 而到底这个类上面聊什么 先生都不告诉他 也许我在猜 也许就算他问他先生 可能先生会说 就聊他的小孩或什么之类 但是网友心里还是不舒服啊 凭什么你们要这样子聊 他是弟媳 这是第二个动作 那第三个动作呢 他说弟媳如果穿胸口有字的衣服 先生会看 那我告诉大家 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穿T恤 会有各种字 不论是boy girl 随便然后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这 为什么所以这女王有说 叫吴义式 比如说弟媳现在带小孩回来 他就穿了一个T恤 那穿T恤的时候可能这个先生就说 你今天穿的这是礼物之类的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 可是女王有的意思说 你哪里不看你就要看他胸口吗 我只是帮大家OS啦 就是说我们的想法会觉得 对不对 你为什么那么关注他穿的衣服的 那个英文字 一般来讲如果这里有写英文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看一下 不会不会念出来 对啦 你不看门很奇怪嘛 对 因为还蛮明显的啦 那个地方 对 第四点 大家都在的时候 换衣服裤子不关门 这个意思是 是弟媳不关门 因为我研究了半天 好像是弟媳 就算因为如果是老公很正常啊 老公平常在家可能 因为如果平常是女王有 她的老公公公婆婆 那还好嘛 那他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在的时候 换衣服裤子不关门 会不会是弟媳 或者是是弟媳在的时候 老公这样做 这是两种解释 因为他们讲得很仔细啦 第三 弟媳不舒服 意思就是说 他老公差点开口 要陪他弟媳去看诊 那意思就是说 人家意思就是弟弟也在 比方说 弟媳说 胸口不舒服什么的 然后他老公会 第一时间立马很着急 说要带他去看医生 可是弟弟在啊 最后是弟弟带他去看医生 可是这一点 女网友就不舒服了 会觉得说 你急什么急啊 我不舒服的时候 你都不记得 为什么弟媳不舒服 你会记得 我觉得女网友 在乎是这件事情 最后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不太能忍受 是来 你知道这个家里面是这样 弟媳原先住在这个家里面 跟孩子对不对 他是不是会有一个固定的房间 那当弟媳搬出去之后呢 这个房间平常呢 就会堆一些东西 因为她说家里面装修嘛 所以把一些其他东西 堆到弟媳的房间 那表示这弟媳房没有在用 这个女网友说 有一天早上 她发现她老公 怎么不在房间 走出去看的时候 发现她的老公是到 弟媳的房间 来咯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她老公把自己繁琐在里面 原来在里面自己DIY 我解读一下 她跟她先生 女网友跟她先生才结婚三个月 对 那男生如果有时候 自己想要来一下的话 好像也OK啦 但你为什么要去 弟媳住过的房间 因为我们女生会比较敏感 会觉得你是怀念那个味道吗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解读 但大家觉得这几点你能忍受吗 好来 那我们先Lady first 我先请教 谢谢你觉得这个事情有鬼吗 其实我 第一个如果 因为你也都这样 所以你吃饮那么久 今天如果我是这个女网友的话 我觉得除了去观察 弟媳跟我老公之间互动 我会看看 这个弟媳她老公的反应 到底是什么 就是她弟弟 对 就是她弟弟的反应 对 就是她的神色 因为其实我让 当然是说我们并不是 跟她们同住在一起 其实以这样子片面地去形容 有的时候 像我在接受咨询的时候 我认为有很多时候 很多网友跟我求助的时候 她们内心已经有一个 既定的假想跟成见在 所以她的每一个 然后她去拼凑很多 她每一个分析 她都会说你看就是点线面 我都凑起来 其实她认为她的老公跟弟媳之间 肯定是已经有什么了 所以她再去怀孕这整个故事 想要跟大家说 你看他们两个之间 一定就是有一个奇怪的暧昧 可是我觉得 因为好比说我们最后一点是 都把东西暂时移到地席的房间 然后发现老公在里面反锁DIY 第一个我能够 我自己是局外人 我想到是说你们的东西 都在地席的房间里面 那我是在猜想说 有没有可能是老公 他是想找自己的一个安全感 就是我的衣物 我的有使用过的东西 有我的气味或是老婆气味 那我要找一个地方 是有我们自己的气味 我会觉得比较安心 所以也许女网友会觉得 这是因为是地席的房间 可是你不要忽略到 这个房间里面堆的东西 是你们的东西 所以说光是这一点 我们把它联想到说 所以是老公边性幻想 边想着地席的味道 然后DIY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 有待讨论的空间 有待讨论 对 有待讨论 OK 那黄医师呢 就是我觉得A到G 我都觉得很有问题 就是说才三个月 然后竟然会发生 从什么讲话 然后就就是拍人家 就是要有一个肌肤之亲 而且不是只有拍衣服而已 是拍到背的 这个脖子的背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很有问题 只是说你为什么会看到A到G 就是表示说 你在发现A的时候 你没有提出你的疑问 所以你因此就必须要去找更多的线索 来佐证自己的疑问 可是这个不是夫妻相处之道 对啦 就是说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跟他很熟 还是之前是不是有点暧昧 那如果之前有 现在已经结婚了 是不是应该要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应对进退 还有一些我的感受 那你觉得他有鬼吗 我觉得这个老公是有一点鬼的 对 就是说 他是喜欢上地席吗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男生 其实对自己没有兴趣的女生 是完全就是不会理会的 根本不可能说想要带他 看到他什么生病不舒服 然后就想要去带去看医生 或者是说还愿意花那么多时间 在那边赖私聊 这个男生不喜欢这个女生 他自己去看他的低潮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关心一个 他才新婚三个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 其实太太比较可惜的是说 因为他结婚之前 并没有机会发现 原来他跟另外一个女生的相处 是这样 我想他所有列出来的条件 如果我们是在婚前发现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要止步再观察 好 我的看法跟黄医师比较近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问题 何必两个人 何必跟弟媳讲悄悄话 对不对 何必私下两个人赖 然后太太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隐瞒 然后弟媳胸口有字 你会看干嘛念出来 对不对 大家都在家里换衣服裤子不关门 老实际上父母在家里都要关门 不要说连弟媳在家 对 所以而且人家老公在你干嘛 挂急诊你要送 这不是很怪吗 太多了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后 全 最后那一项 结婚三个月关起来 还锁然后在海外 好可怕 跟公婆住 还有老公 还有媳妇 还有弟媳 还有两个小孩 无处可躲藏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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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